第1810集 山林中火光跳动 可是这些特殊的植物却没有被烧死 依旧保存着 比如那紫金藤 金属光泽闪束相当的坚韧 还有那铁线松 黑铁树干老皮开裂 但就是不燃烧 这些都是有名的扎根在岩浆火域中的树种 当楚风穿行时大火无边 山林中各种色彩的火光澎湃起来 几乎将它淹没 还好此地的能量火光可以承受 当然 这也是它自身不凡所致 一般的进化者是不可能踏足的 而这里还算外围 越过一片巨大的山地 其间有山岭 有谷地还有大裂谷 最终到达太上帝市前 在这片地带早就来了不少生灵 多的一批能有数十人 少的一批只有两三人 都各自站在一方 仔细算下来 总共有二十几股势力 也代表着最强的族群 他们选出杰出的弟子来此 这些人都很特殊 全精英 有些为山川结胎而成 被孕育很久的岁月了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 属于天地的子嗣 到现在才苏醒 被人带了出来 也有些是阳间隐士家族 很少适出 他们的弟子被养在自家造化地中 身在特殊的地势内 血肉灵性惊人 现在才出事 比如有盗族的一个分支 一荒金身盗族 其肉身简直举世无匹 难寻对手 很隐秘的家族 今天有人来了 盗族就已经数一数二 而他们的变种 一荒族金身盗族 那自然可怕无边 不远处 也有一荒大雷音佛族 这就更加害人了 相传 这一支早就灭绝了 今天居然也有人现身 据传 佛族的至高呼吸法的上半部 就是大雷音佛族开创的 楚风道西冷气 他耳聪目明 精神力强大 自然隔着很远 就听到了那里的议论声 知道哪些族群来了 此外还有天之上的种族 不属于阳间 也有人降临过来 就是为了争夺机缘 在这特殊的时刻 大势即将步入转折点前 各族都想提升自己 二十几个族群 其中就有阮家 这个逼迫天地后裔 将与上一族迫害的凋零的强大家族 实力深不可测 他们也派人前来 此外 横族也有人到来 隐隐有阳间坐以强族群之事 远处 一条赤巾大蚯蚓摆动身体 在他旁边有四个男子与两名女子 皆露出异色 朝着楚风这边看了几眼 呼吱一声 其中有一个绿发女子笑了 肤色白皙如雪 大眼水灵灵的 他露出银鱼之色 不要放纵自我 在这里要本分 一个青年提醒他 知道了 不过这个人真有意思 差点就被龙粪埋上 感觉太好臭啊 那女子笑了又笑 有点肆无忌惮 楚风脸色不是多好看 但是暂时没有搭理他 这茬 绝不能就这么算了 肯定要讨个说法 众人分站在四方 像是在等待什么 没有人说话 楚风也不例外 不愿与众不同 不愿坐那出头的船子 而是默默立身在一旁 就这样 足足等了两日功夫 所有人都很有耐心 在此期节 又有一些族群到来 比如六尔弥猴族 猴子弥天 与他妹妹弥青 果然出现了 要来此地进行生命的跃迁 被家族中的强者庇护而至 此外 楚风还见到了某一人亡家族 墨家 当初 在通天仙谱那里 楚风曾与墨家子弟激烈对抗 杀了他们两个弟子 而后被他们死命追杀 最终他恼恨不已 气愤不过 利用牢骨史前的追随者 大闹过人亡家族墨家 不久后 楚风瞳孔收缩 但很好地掩饰了自己的异常 他内心非常的吃惊 因为看到一个熟人 那是一个女子 长相甜美而动人 身段无可挑剔 称得上国色天香 而穿着很古典 像是来自宫廷的女子 这是一位熟人 江洛神 楚风有些不敢相信 居然是她 她确信没有看错 这也是当年 小阴间地球上的国民女神 早期天地一变之时 她还与楚风传出各种绯闻 其闺蜜夏千语 曾与楚风相亲 但结果却是闹出各种误会 导致楚风与江洛神的各种 暧昧消息满天飞 她也进入了阳间 竟出现在了这里 楚风留意观察 显然江洛神不是内行人的主角 而只是随行者 跟在一位女子的身后 那女年轻人很美 气势也很强 不知道什么身份 此时 不容楚风多想 因为禁地的瓶颈被打破了 终于有了动静 太上地势深处 有声音传来 各位久等了 这已是楚风来到此地的第四帖 显然 现他而来的人 早就求见过此地的主人 但是 却迟迟不见生灵出来 直到现在 太上 绝地中 有一辆战车 自模糊中浮现 非常的古老 缭绕着开天辟地的气息 缓缓朝着外面驶来 毋庸置疑 这片禁地了不得 让天之上的生灵 都在耐心等候 不同于其他地方 呼的一声 一落天书从天而降 落在所有人的眼前 那辆古老战车中传来生意 这是关于太上地势的一些场域描述 各位想进来的话 都会有平等的机会 仔细揣摩吧 众人傻眼 这书也太厚了 足有一丈高 别说其他人 就是楚风身为场域研究者 他都有些眼晕 这么一大落 足有一丈多高的场域书册 谁能短时间肯完呢 不解释在小阴间有种说法 场域这一领域的难度 要十倍于进化 就是在阳间 也认同这一理念 一个人才情再高 天赋再强 但是也要花费十倍进化时间 才能在场域 这一尖色的领域中 取得相对应的成就 可以说 举世皆知 想研究场域 不仅需要吓死人的天赋才情 还要时间去熬 慢慢的揣摩于领悟 所以一群人都实化了 这么一大落的书册 真要仔细研读完 雾透那些鬼话符般的特殊文理 估计此生到死都不见得融会成功 楚风认为 在这一领域已经很强了 但是现在也是一阵头大 但是 他也有一种兴奋 有种期待感想尝试挑战 因为他与场域上的天赋 在小阴间时就有极致体现 他曾被月球上的能量塔检测过 哪残塔都曾惊叹 说极其的天赋惊人 事实上也是如此 他的场域造诣比之 他的进化天赋更强 甚至月球上的能量塔 还称其场域天赋 古来仅见 曾在最短的时间内 攻克那里的海量藏书 远远的打破记录 从成就上来看 楚风也没有辜负那种天分 现在的成就 足以傲视同辈人 也足以僻逆 诸多老妖怪 其实 在这个年龄段 他所取得的成就 也算是独捕天下了 这是真正意义上 在某一领域中 楚风同代中 所具有的压倒性优势 而且是碾压 不过到现在为止 也无人知其深浅 甚至他自己都不了解 自己所走的场域道路 究竟比别人快了多少 当即有人就尖叫起来 这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啊 有人已经在翻阅书册 让人眼晕的是 这么一大落内 有些是单线本 还有些有包装 打开后 里面是整整齐齐的 数十册 本集已经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请您多多点赞评论 喜欢 请订阅此专辑 转发到朋友圈 谢谢 请不吝点赞评订阅 请不吝点赞评订阅 请不吝点赞评订阅